长寿是现代人的追求 如今虽然生活质量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但是人的寿命还是一个未知数 人人都想减少疾病的发生率 幸福健康的过一生 这个目标在我国的一个长寿村得到了实现 这个最长寿的村庄里面 胖子非常少 高龄老人很多 年纪最大的老人甚至达到了135岁 并且村子里的老人大多是寿中正寝的 不会受病痛折磨 这个最长寿的村庄叫做巴马长寿村 位于广西地区的瑶族自治县 这里被誉为是世界五个长寿村之一 这样的称号可是有理有据的 因为在巴马村 长寿老人的数量非常之多 这里有2000多位80岁至99岁的老人 69位100岁以上的 其中年龄最大的甚至有135岁 这里的长寿率达到怎样的概念呢 平均每10万人中就有30.8个长寿者 这样的数字使他们稳居世界第一 此外村子中的肥胖率还很低 人人都很健康 为什么巴马村的人们都如此长寿呢 这和当地的自然地理因素分不开 这里的空气中有极高的负离子含量 村子里有一个降座百磨洞的景点 负离子含量最高 不少游客都来这里吸氧 据探测巴马村每立方米就有2到5万个负离子 是实打实的高含量地区 此外这里还有清澈的山泉水 即使放上一周也还可以饮用 这些清澈的山泉水也增强了当地人的体魄 生活在巴马村的老人大多身强体壮 不会因为疾病而亡而是寿终正寝